lined heart and joyful 今天要上這份講義正姓理神 上這份講義之前我們來看一下佛教藝術 让大家放轻松 因为郑幸迪生这个课题 这个议题 比较稍微 有点比较艰涩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佛教艺术 好那个宗教跟艺术之间的关系 以前的宗教 就是跟艺术之间的关系 艺术是纯粹为这宗教内容服务 你看西方就这样嘛 对不对 尼开朗基罗 他其实是被绑架的 他甚至画那个 上面的天花板那个叫什么 大卫还是什么 不是大卫那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没有 那个也是被要求的 被要求画 其实他真的还蛮倒霉的 他是佛罗伦斯的艺术家嘛 最近这几年才发现 因为他那时候佛罗伦斯政权转换的时候 他被破坏 破坏 他躲在那个地下室 这几年才要整修那一栋 什么地下室里面 发现他的那个树苗 他他的树苗 创世纪的树苗 画在树苗 他是先做一个草稿 画在墙壁上才知道说 他好像在里面堵了 好像至少半年 不见天日耶 所以 以前的艺术家 也是为 因为他以前为前一任服务嘛 为前一任服务 然后下一任就破坏他 破坏他这样 所以以前的这个艺术是单纯为宗教服务 之后慢慢的艺术摆脱宗教的影响 得到越来越大的独立性 那宗教跟艺术之间就取得一个平衡 这以前是神社嘛 他们叫神庙 这个 你们去印度就会看到他 桑崎大塔或山崎大塔 这就足堵坡啊 Sthupa就是塔的意思 塔 以前其实他们这个塔就是什么 坟种嘛 Sthupa就是坟种的意思 但是就变成塔 然后传到中国来之后 这个塔就怎样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啊 在印度的时候也是 你如果是这些国王 他们出支赞助建的塔都比较高 高度都比较高啊 你如果去印度的话 他是目前保存最好的这个塔 三起大塔 那他有四个门 那他为什么是艺术 因为上面都是浮雕 浮雕 而且都是刻佛陀的本身故事 本身故事啊 都刻在上面 所以他的这个艺术价值很高啊 好 这个就是 无佛像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 无佛像时代 佛像是后期才有 所以无佛像时期的时候 人们的 对于佛的想象 跟心理的象征 有很多种代表 菩提树是其中之一啊 这是金刚座 这是属于浮雕 那佛教的艺术内容 包含了四塔 石窟 我们今天如果有时晚一点 这边 正信离生讲了 我们再来讲石窟 没时间就下礼拜再来跟大家介绍 石窟 可是跟大家介绍完石窟 大家就很想去印度参观 那个同学说 师傅你带我们去 我说我是看看照片就好了 我就满足了 去印度要带一堆 那么常备药什么的 而且去那边又容易中暑 太麻烦了 我们看看照片我就很满足了 还有这个变文 变文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把自己的生活 过得很优雅自在的时候 你本身就是佛教艺术的展现 人生活的优雅一点 佛教艺术的起源 佛陀这个如来注释的时候 就有这个佛像 佛像了 那个时候经典是有记载 那时候佛陀他去 这个为他的母亲去 到一天为他母亲说法 然后这个弟子就想念他 那一个人就建议说 不然你就雕 用木头雕一只 雕一只佛像 那你就可以这个礼拜他 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个佛像 但是佛陀入灭之后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 无佛像时期 到了西元一世纪前后 才有这个佛像的产生 那这样就有趣了 那无佛像时期 佛教艺术如何展现 这是一个问题 好 这个是佛注释的时候 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建议他们这个雕 佛像 那佛教艺术 产生的最早的形式是 佛塔 佛塔的作用 我刚刚讲过 他本来是土堆或粉种 那佛教徒呢 基于对佛陀的思念跟崇敬 把原先简单的土堆发展成为 宏大庄严的建筑体 那就成为早期佛教信仰的主要象征 你看他们之前在很多 印度很多地方 他们的那个土质 适合盖那个石窟 他们连在石窟里面都有塔 那个那么坚硬的地方 要着洞进去 他们连在里面都还有 佛都有那个塔 等于是里面的构造 有大殿 然后也有这个修行人住的地方 分成两个不同的形态 那最早把佛塔 不过那看起来很凉啊 所以那个他们如果要去 印度参观可以去石窟 因为石窟里面很凉 不然印度太热 最早把佛塔扩大 显示其重要性的是阿语王 贵酸王朝以后 佛塔的高度就开始往上延伸 所以原先半球形的土堆 就变成美轮美奂的大塔 所以任何事情都跟经济 政治稳定有关系啊 本来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图堆而已 无佛像时期 佛教艺术产生最早的内容 就是包含本身图啊 佛传图 特色就是佛教美术史 一般用来界定在西元一世纪 尚未出现佛教以前 这样这一段时期的佛教的艺术 以象征且隐喻的方式来表达 佛陀本身故事的内容 因为没有佛像 所以只要用象征来代表佛陀 这样并不直接出现佛的形象 那么比方说呢 以法轮来代表说法 佛说法 足印代表佛助士 菩提树代表悟道 独独播就佛塔代表涅槃 所以他每一种不同的这个形象 都有他的这个象征意义啊 这是很有名的碑文 上面有很有名的碑文 在印度这算这个保存 很有很具价值性的古迹啊 这个就是法轮 法轮就代表说法 那个时候代表说法 代表初转法轮 这个艺术品 那这个大塔 张奇大塔就象征 佛陀入涅槃 啊这菩提树 菩提树就代表这个 什么刚刚讲菩提树在哪 成道 佛祖啊 好 无佛像时期 本身图就是佛陀前世 善行因缘的故事啊 这个本身图在印度的重要地位 这个 本身图出现的种种的修行世界 就是古印度人的一种信仰世界 他服侍佛陀本人 各种艺术创作上 比较教义发挥 因为 戳掉佛陀的形象 所以就很多隐喻象征的形象 可以这个代表 那他们甚至你只要 全世界在研究这个印度艺术的 都会跟你讲说印度如果抽掉本身图的话 印度就几乎没有文学跟美术 所以你就知道佛教 佛教对这个印度的艺术的贡献 还有文学的贡献 这个就是桑奇大塔 你只要研究印度的美术艺术史 一定会看到桑奇大塔 北门是最大的规模最大 然后保存最好的 世界上最老的佛塔 那他的雕刻 都是由这个两根方形立柱跟三道衡量 以仿木结构插损法构成 插损法知道吧 插损法 所以他是用木头 以前都是 以前是用木头插损 他是用石头插损 用石头插损的方式来制造 那里面有佛教故事 那不是只有佛教 还有印度或者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的这个人物 神奇在里面 通常都是这样混杂 你们如果看中国的佛教艺术 也是一样 一开始传进来的时候 他佛像旁边一定会有什么 西王母 就是那时候民间信仰 所以佛教其实很有柔软性 不然你说佛教是外来的吧 不是两次一族入侵吗 这个第一个就是佛教入侵 他们这样子 形容 那就是他够柔软 他可以怎样兼容并续 所以在佛教在融入中国的文化当中 民心当中 他里面都有当时人民信仰的神 一起花在旁边 这样 好这个我们就跳过 因为他这个很多都是本身故事 但是就是你们如果看 这个看印度佛印度的这个艺术都会看到 这个都长这样很可爱 这个看到这四个 看得到吗 可以吗 好 里面都是什么六牙白象有没有 的故事这些的 这是本身的故事 佛教本身的故事都在里面 这个 好 六牙白象故事知道吧 那很多药叉 男女药叉那就是属于比较 婆罗门教 这魔啊 魔王 魔王 魔子 魔女 魔孙啊 有没有 这雕的还蛮详细的 好 那 从无佛像要进入佛像时期 就会 在这个时期的艺术家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说假如你是一世纪左右的印度艺术家 你从未见过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 但是你必须说出第一尊释迦牟尼佛像的时候 请问你认为佛像应该长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是 那个时候的艺术家的难题 但是我就用这个问题 那时候以前有教小朋友英文吗 就问小朋友 然后有一个 过动了 他们就上课都会一直踢桌子 突然踢桌子这样大声 他就第一个回答 他说婴儿 所以有时候小孩子的回答会让你很惊艳 婴儿 他第一个回答 不假思索 马上就回答婴儿 好 那 这个印度佛像的这个造像的流派 分成这个贵双王朝 基督王朝 里面不同的系统 那如果你印度佛教史有 有学好的话 基本上这两个名称都不熟 都不是都不会不熟悉 应该蛮熟悉贵双跟极多 那贵双时代他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尖陀罗 一个是莫兔罗 那这几个系统 那这几个系统其实跟他的地理环境有关系 比方说尖陀罗呢 的地理位置在现在的巴基斯坦 阿富汗 印度西北部这个地方 这张尖陀罗 那你同地理位置可以看到他靠近哪里 希腊 希腊 所以他的这个佛像的这个造型就会接近什么 西洋人 印欧 印欧人的这个联谱 那莫兔罗他在印度中部 所以是这个地方的这个佛像就会比较像这个印度土著 然后还有衣着也会改变 因为这里比较冷啊 所以他们穿的就比较厚佛像也穿的比较厚 那这里就会穿的比较单薄 所以这个佛像的这个造像都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不同 所以释迦 我们尼佛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靠近印度西北部 靠近印度西北部 那尖陀罗的这个佛教的艺术是如何产生的呢 印度西北部阿育王时期佛教已经传入 那西元四世纪 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这个区域 成为其远征所及这个集结说的东部的界线 在其所到之处建立希腊化的城邦 那这个时候西元前二世纪呢 希腊在这个地方建立大夏国 大夏国的这个国王弥兰陀王 上次讲的那个纳仙比丘金 有没有就是这位弥兰陀国王 他是佛教徒曾在货币上驻有法轮 所以他们就是考古马出来就货币上发现 这个不是只有法轮还有佛像 好 那西元一世纪居住在中国西部的这个肉汁 我们叫大肉汁 他是出自伊朗系的游牧民族贵双人 是否等同大肉汁有待研究 他们现在这些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在研究 南京占领印度的这个西北部建立贵双帝国定居尖陀罗 其第三代国王加尼瑟加王 重信佛法雕着佛像 所以印度佛教 罗马跟希腊的雕刻相结合 就产生了尖陀罗的佛教的这个艺术 就长这样 很像那个你看一些希腊的电影有没有 他们在那个城邦里面讨论的 穿这样穿的袍子 所以然后发型也是 所以尖陀罗的造像有他固定的形式 很像那个外国人的头发那波浪状的 就不是佛像那个什么大正帐里面讲说 佛陀的头发是螺旋的 有没有不是他就因为他说他是地点靠近那边 所以就比较像外国人 这是尖陀罗的 所以以后你们看到的时候也可以分别 这里不是佛经说的这个罗法右旋状 而是呈现水波状 是希腊式的样态 这个也是尖陀罗 这样以后你们就可以分辨 你只要看到佛像就可以分辨他是 哪一个系统的造像 这也是尖陀罗 这也是 这佛像 他出家修行的时候有落法 但是后来的形象就一样的展现了 这也是尖陀罗 这也是尖陀罗 所以很像 这个外国人的五官 这是弥勒菩萨立像 这是他们的考究 就是说你什么知道这是弥勒菩萨 那是他们印度艺术史上的这专家探究说 那个时候你只要有尺水瓶的 都是弥勒菩萨 或是有胡子 还是有胡子 好 那五官很深 所以这个你一看也知道是这个尖陀罗时期的照相 这是也是尖陀罗是贵双王朝 这菩萨就根本像这个不见的就是宝石啊 其实这个应该也是 你看栩栩如生 可能挖不掉还留着 不然那个宝石都被挖走了 就很像那个希腊的女神有没有 那造型根本是希腊女神 但是她是佛像 那个头 为什么是头 比较好攜带 我们像中国很多石窟里面也是头被挖走 直接像这样 那莫兔罗 莫兔罗因为位在印度中部地区 所以这个天气比较热 那也当然他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 但是 相对于希腊文化 他还是本地的印度本土的文化传统比较浓厚 那衣服比较单薄 是因为受到那个气候的影响 好 这样 莫兔罗 就没有穿大袍子 有没有 因为他中部太热 所以他连照相 他就不穿那么厚 他也就越薄越好 因为太热了 看到就好 所以就越薄越好 所以你们以后看到就可以判断 那还蛮 刻的还蛮精细 上面还有飞天 有没有 这好像躺着有没有 好 这就是莫兔罗 有没有那个人的那个脸孔 就不是像 就已经不太像这个希腊人了 已经有改变了 这也是莫兔罗 好那极多王朝 尖陀罗跟莫兔罗 两种佛教艺术相互影响跟融合 一个穿的很厚 一个穿的很薄 对不对 到最后就互相融合 那希腊式的佛像 转变为印度式的佛像 象征了印度本土传统 对外来文化的完全结合 也进入了这个印度佛教艺术的黄金时期 那依文的走向就慢慢改变 这个你们对佛教艺术有兴趣再去研究 因为我教过佛教艺术 我之前上课的一些内容 那当然印度的这个造像 对于中国的圣唐时期的这个实像 也是这个有影响 像这个 这两尊 有一尊是印度的 一尊是中国的 你们可以分辨出来哪一尊是印度 哪一尊是中国吗 左边 你们的左边 好 那右边是中国 其他呢 相反 相反 好我也忘记了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他讲的对 因为这个还有比较保守的感觉 对 没错 这是极多王朝后期的佛像 现在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以后我们看中国的 很多都在日本的博物馆 都剩下头啊 这是北魏啊 北魏时期的佛像造像 跟刚刚那个也是有点像嘛 所以 对比就是让他知道说 其实 中国或者是韩国 甚至日本的佛像 基本上都受到印度的这个 这个造像的影响 好最后就是萨尔纳特 萨尔纳特呢 他是极多时期另一个雕刻中心 好 那么在造型上呢 易归入莫兔罗系统 所以也很薄 但是怎样 两者最大的不同是 萨尔纳特亚式的佛像 大衣更加薄透 好 那莫兔罗还有这个 原神线 这个地方 原神线 那这个 萨尔纳特则是 连原神线都去掉 是浅浅的做出领口 袖口 和大衣的下摆布 让人家感觉好像有穿大衣 这样就可以了 像这个下摆 感觉 但是这个 感觉又比莫兔罗的 这个雕工更细致 但是他就是另外一个造像的系统 所以叫做莫兔罗 好那佛教艺术先送到这边 让大家 放轻松一下 享受一下这个佛教艺术的这个美感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 正性离生 大家才不会那么紧绷 请问 为什么那艺术品都没有双手和尸 就是佛的 没有就佛的手印啊 为什么 那双手和尸是代表下对上 是不是 没有上下问题啊 为什么 现在大家佛教说 礼拜的时候都双手和尸 可是这些佛的 因为佛有 比方说像阿弥陀佛他常常就无味印嘛 还有他比较比较长笔的手饰啊 那这个 这个是佛人加入的吗 什么 双手和尸 以前就有啦 他有他的用意啊 双手和尸 有双手和尸的用意 佛教徒里面双手和尸 他有他的用意在里面 你可以去查一下 也没有什么上对下 有时候搞不好佛陀看到 看到这个一般大众也是和尸啊 就是问好的意思嘛 就是问好 其实也不是只有佛教徒双手和尸 对啊 没有你现在看到很 也是和尸对不对 我看到还蛮 泰国是佛教国家 所以还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不是佛教国家 他们打招呼也是和尸啊 用和尸的方式 那像不同的 不同尊的佛 他就有他各自 比较专属的手印啊 这样 那所以你看他佛教的造型 佛像的造像 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是什么佛 不然有时候 其实药师佛 跟释迦牟尼佛 有时候是一样 只是他有没有一个什么药品 在旁边 手有没有持药品 这个差别 那譬如中山佛就更明显 他有他的手印嘛 所以每一尊佛菩萨 他有不同的 他有他的手印 那手印也是他的这个 愿力的展现 不一样 好 所以其实和尸到现代的意义 就是一个打造物的方式嘛 因为现代人 打造物就好像握手嘛 然后我们就是和掌嘛 用这样的方式 这是现代意义 好 所以那时候什么SARS啊 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说 哇 那佛教的打造物方式怎样 好卫生喔 很符合现代环境的需要 就是和掌就好了 不用握手 好 好我们来看这个正性离生 这篇文章主要是给大家 对啊 因为他有引了一些引文 那让你了解正性离生的内容是什么 那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理清正性离生跟无声法忍 那无声法忍他又跟什么理清 忍入 忍入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完这篇文章 我们不会看完啊 看三分之一把正性离生跟无声法忍看完之后 我会找一些资料 让我们大家再重新这个 再整理 理清一遍 这三个的关系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我们直接看到 再要不用看了 看145页 他的结构 所以这个作者 你其实看一个作家写文章方式 就可以知道他是人格特资是怎样 他是比较有限制的 系统的 有组织架构型的 所以他连全文架构都用这个方式来 整性很清楚吧 很清楚啊 我最近在看这个杨振和的 他介绍华言的哲学 你看那个以前的学者 他们写的一些书 他们的个性都很 这个 个性很柔和 所以写的语言文字很柔和 然后写的让你很容易看得懂 不会写的很坚涩 虽然名字为哲学 他写的很 让你看得懂 而且以前的这些学者 他其实都有某些宗教体验 像杨振和他以前 其实他是儒家嘛 但是后来他又到家 然后呢他想研究易经 然后他想找方东美 帮他指导 但是那时候方东美去美国 教书啊 就美音乐让他指导 然后他问方东美的时候 方东美跟他说 你如果要写易经 论文要写易经 要五年 他心里想说 杨振和也是 穷人家的小孩起来 拿那么多时间跟你耗五年 所以他那时候有一个音源 就接触佛教 佛教的这个修行的方式 然后他就上山去了 类似像佛妻吧 还是残妻之类的 那他一辈子都有在打坐 但是因为他没有人指导 他都自己做 那当然他是掺杂了这个道教 道家的做法 跟佛家的做法 他的心脏开过道 其实他那个是打坐 的一个地大的展现 所以我们遇到很多人都这样 他打坐但是他又 你跟他讲他不愿意接受的话 就我们只能祝福他 其实很多时候不需要开刀 他那个就是打坐地大展现 那个瓢石就好 那他可能以为自己有病 然后去医院 人家当然就是帮你开刀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后来就是心脏往生了 心脏往生 他那个接触佛教的时候 那时候他留在山上 17天看华炎经 非常相应 下山之后隔天又上山 又再读一次 又花了12天 又不能把整部华炎经读过 所以你看他写那个华炎经的哲学 就觉得看起来很流畅 很流畅 然后觉得明明明明之为哲学 但是你不会觉得很尖色 因为他有他的宗教的觉受在里面 杨慧南也是啊 杨慧南也是 他是念佛嘛 上次跟大家讲过 他是参加佛期 然后念佛念到睡着 他就跟那个 父期的和尚说 他因为睡着 他要忏悔 所以晚上不睡觉 不睡觉 熬夜念佛 念到 阿弥陀佛现出来嘛 现出来给他看到了 他就 从此之后变得很虔诚 所以以前那个老一派的 这个学者 佛教学者 他们其实都有一定的宗教的体验 那我不是说当代没有 不过相较之价是这样 就是说你有一些宗教的体验之后 再来做佛学研究 跟你纯粹做佛学研究还是有差 还是有差 你看他们的语言文字上的那个 层数就有差别 所以这个 楊正和 还蛮可惜的 就是他没有调食 然后自己做 然后 没有 语言文字上知道世大 但是不知道如何去 把它调和 没有办法让世大调和 所以他最后其实是因为 心脏地大 往生 那之前又白白挨了一刀 是这样 好 以前的这个 学者 都有他的这个风范 好 我们来看正姓黎生 跟这个无声法人余裕的解析 正姓黎生的意涵 何调正姓黎生呢 大制度论里 对于正姓黎生的语意并未做解释 但是在这个据舍论 据舍论的这个贤胜品里面 就有解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文字 此名入正姓黎生 亦附名入正姓决定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知道 黎生跟决定两个字基本上 好像可以替换的感觉嘛 那么由此事出入正姓黎生 亦是出入正姓决定 故经说正姓所谓涅槃或正姓 言因诸圣道生 为烦恼或更未熟 所以他这边是在解释生啊 正姓是什么 正姓是涅槃跟正姓的意思 那生呢是指什么生 涅槃 是指烦恼生或者是什么 更未熟 未熟就是生嘛 对不对 未熟就是生的意思 所以这个圣道能阅故名离生 圣道能够超越这个烦恼或更未熟这个问题 所以叫离生啊 那么能觉去涅槃或觉了地相故 诸圣道得决定名 至于此位 说名为入 入 所以他们有些就是把入就解释为正 正正的意思 因为你正道 这样子的这个位阶也叫入 所以正姓黎生呢 古意正姓决定 可以逗号 正姓黎生的古意啊 是正姓决定 那都好 正姓呢 是一指涅槃或圣道 从这个范文的这个解释来讲 或若一成离生 一指越离烦恼 或离于声色 转驱纯熟 叫离生 若一成决定 乃取其确实有其把握之意 所以他有时候翻成正姓黎生 有时候翻成正姓决定 但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位阶 但是他黎生跟决定的 的这个翻译的意义又不一样 由上可知正姓加上黎生 两个复合词形成正姓黎生 其能趋向涅槃 决定了解现观真实地理 然应入此阶位即决定得圣道 故名为入 那么 所以如果你从这边看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入道是由来吧 是吧 入道 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讲 华严经他只有讲四地菩萨是入道 但是他没有跟你讲说 那入道是属于哪一个 这个修行的位阶 那如果你这样子一比对之下 就知道入道就是 虚头王果嘛 所以四地菩萨是出果 出果啊 是大圣的十地 四地是入道 五地就四果啦 五地菩萨就四果 好 又正姓呢 在梵文 有完全正位真实位之意 离生呢 有决定必定 决定的意思 那菩萨论中有决定的语词出现 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语词 尊者是有做如是说 有送民入正姓离生 为诸圣道 那什么叫正姓呢 你永灭颠倒 叫正姓 离格申故 父名离生 离格是一个动词啊 刚刚申有解释嘛 申就是烦恼 还有什么 更畏首嘛 申色 所以就格离生 叫离生 那么为五始来呢 见修所断 二分烦恼 斩转合合 作诸二世 信 刚强固 说明为生 你这个我们就 如实的接受他的解释就好了 因为你如果用汉字的生的意义去解 你会很难接受 你说这个跟生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天边就用这个词啊 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的我执跟法执了 不然你就说你会很不想接受 因为你现在接受的是你已经对生的定义了 但是他这边的生其实另外定义啊 那么见到其意 断笔一分 令笔辗转 永乖离故 誓滴法为此一分 等无间缘 顾名为入 有诵明入正性决定 为见到为无漏相续 必无余格 顾名决定 后卫不然 愚如前说 那我们来看他白话怎么解释 菩萨论中对于离生跟决定两个语词 是有个别所显的内涵 而据舍论呢 里面则说呢 即此名正性离生 亦入名入正性决定 但是到了顺正理论中 上座这个势力罗多的这个论意里面 就其位呢 指名为正性决定 因此后来的学者认为 离生与决定呢 是同一个语言的不同的翻译而已 所以这两个词是可以通用的 是已经误解其原来语词差异 提出此二语语意义的重点在于 名义的议论 所以有人觉得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 那有刚刚他的解释 前面还没引到这段文字前面的解释是两个词可以互换 那到这边他说两个词是怎样 意义 是相关部派译说的主要因素 那菩萨论卷三里面也提到说 一切烦恼或诸贪爱 所以每个地方他对于正性离生的定义不太一样 但是他这边就跟你讲说 剑道叫什么离生 那我们上次你学过剑道位就是什么 什么国 出国嘛虚陀方国嘛 所以离生就是这个虚陀方国 那不正见必进断呢 就是正性 叫正性 好 很中夭 所以有说你如果可以正道出国的话 就决定不会去哪里 三二道 所以他是有他的经典的根据 所以叫做这个入正性决定跟这个月异生地 这样你就稍微可以松一口气 因为就不用去三二道报道 因为你有出国的势力在那边 给你当靠山 那么他会跟你讲说除非你是愿力啊 那么再就汉语离生呢 并无正性 一词外接 而尼科也则有什么 这样子的这个复合词的这个形态 那汉语把它翻为正性 正性 所以就是这个不同的这个语言文字 翻成汉这个汉文之后 就有不同的语词出现了 有人认为这个是意义啊 综合上述正性离生的语词 为两个复合词所造 这两个复合词的意思就是 永灭颠倒 就是正性 正性 那你决定屈入圣道结尾 就是决定嘛 所以叫正性的 决定 好这个 所以你现身决定正入圣道虚头还国 所以以后你看经典 会常常看到正性离生 你看经典看到正性离生的时候 就要很快知道他是出国 出国 就是铺陈 不然以前看经典的时候 看正性离生都不知道 到底是在哪一个位阶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无声法忍 这些无声法忍呢 泛文也是三个词 复合 一个是无声 再来就是法 再来忍 那么在八千颂波罗经里面呢 将这个词解为这样 那由于其中呢 后面这两个词 是处格 或者是复数 那处格有场所呢 状况等意思 一起泛文 这是用泛文来解释这个 无声法忍的由来 那我们直接来看大制度论里面 对于无声法忍的解说 那学术上你要这样写 感觉比较有小问 要把泛文带进去 然后这个意思写出来 那其实如果真的要写的话 他必须要把每个泛文的意思 写出来啦 这样你会对这个词的用的意涵 比较了解 那大制度论对于无声法忍 在劝学品里面提到 菩萨为呢 入世为中 一切皆始 一切磨民不能动摇 一名无声法忍 随者和 异于声故 那他这边的声呢 这什么意思 爱等结始 砸诸善法 名为声 这是他的诠释喔 他的诠释喔 所以你无诸法实相智慧火 故名为声 因为你如果没有 诸法实相智慧火的话 就会产生什么 爱等结始 这些东西 所以叫做声啊 那有诸法实相智慧火 叫做手 这是龙树菩萨的诠释知道吗 他用伸手来来诠释啊 那上面那个呢 那上面那个呢 爱等结始 砸诸善法为声 是他本来的意思 那下面字 龙树菩萨的诠释 所以 这个 经典里面写说 菩萨有大智慧 他一样的语词 他可以用百千万一种的解释 要让你理解 所以这样 这样就是一种 世信给你看 所以世人呢 能信受诸佛实相智慧 顾名为首 他就继续诠释下去了 好 那譬如呢 首贫 能承受水 身则浪坏 父次 依止 身灭智慧故 得离颠倒 离身灭智慧故 不生不灭 是您无生法 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 无生法的意思 叫做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但是他跟你解释 你为什么可以体振到不生不灭 因为怎样 你离开生灭的智慧 你离开生灭的智慧 就得到什么 不生不灭的智慧 好 下一页 那么你能信 能受 能持 名为忍 名为忍 所以你游论中可以了解 无生法忍呢 即是入菩萨位 但是这个地方你就要去探讨是几地菩萨 如果你要从十地来看的话 有人说七地 有人说八地 那么在此位中呢 一切烦恼 魔明都不能动摇 生呢 是以诸善法中 掺杂烦恼 也是有肉善 即无诸法实相智慧火 所以叫生 所以如果你把这句颠倒灌 你会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因为怎样 众生没有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一把智慧火 所以一切法里面都会掺杂烦恼 对不对 如果你颠倒过来看 就比较容易 那因为没有火 所以就生嘛 很好联想嘛 所以他这个其实已经有这个诠释的 的意涵在里面 那么无生呢 则是不生不灭的智慧 这是我们比较熟悉 关于无生法人的解释 所以这个无生就是这个指不生不灭的智慧 而这样不生不灭的智慧呢 是依止生灭的智慧且离生灭智慧 什么意思 这就是疾跟离 不疾不离的意思嘛 通常不疾不离 或者是 亦疾亦离 都是在解释什么 空啊 都是在解释空性 都是在解释空性 所以不生不灭也是在解释空性啊 所以通常的语法就是这样 不什么不生不灭 不什么不什么八步 那 是什么 理什么 急什么理什么 不急什么不理什么 通常都是在解释空性啊 那么也可称无生法 所以这种不生不灭的智慧 叫做无生法 那忍呢 忍是对这样的无生法 你能够信 能够受 能够持 叫忍 所以这个忍 跟忍入就怎样 不一样啊 所以无生法忍的这个忍是能信 能够能持 对于什么 对无生法 好 好 那么这个应孙法师 他有他的解释 我们看一下 无生呢 是忍的缘 那么不退转的菩萨呢 得无生法忍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解释的话 是八地吧 因为八地才是不退转菩萨 所以我上次有解释过 就那那个祖师大德只好怎样 这个折中啊 就是那这样子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 得无生法忍 只好分成什么 下品 中品 上品 无生法忍 比方说七地呢 得的是下品 无生法忍 八地呢 得的是中品 无生法忍 那还有上品 只能这样区分 因为华言经 写的 让你觉得很难判断 他怎么写 他说 有时候他在七地的时候 就说在七地得无生法忍 住八地 这样 那有时候就觉得那这样应该是七地啊 但是有人就觉得说 你是得到无生法忍 那个当下 入八地 所以就那那个是一个 动态的一个展现 所以有人就说七地有人说八地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争执 好 那么忍呢是一种智慧 与忍入的意思呢是不同的 可以将忍这个字解释为透彻的认知 这个他的解释我们就不看了 那么无生法忍中的忍 并非一般所说的忍辱忍耐 而是一种智慧 一种能将事物在内心彻底的透彻的认知的 这个清楚明了的 这样也是不是很清楚嘛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经理后面就大家自己看 他后面主要是在探讨这个 这个菩萨正性离生 身文的正性离生 跟你要正道无生法忍 这两个菩萨 身文跟菩萨所修行的 这个德目有什么差别 但是他后面写的跟他前面探讨 几乎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只要看前面 他对于这个正性离生 跟无生法忍解释就好了 第二懂吗 他前面探讨正性离生 跟无生法忍 对不对 但是他后面第三开始探讨的 跟前面探讨的 正性离生 跟无生法忍没什么关系 但是因为他前面的这个 引的文章都还 这个有他的代表性 引文有代表性 所以我们就参考前面 而且他后面 其实有些地方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说 身文跟菩萨最终差别 是在哪边 也就是说 所以说身文跟菩萨 都有入正性离生 对不对 那他们主要差在哪里 主要差在哪里 好 这回去自己看吧 我们来看我刚刚要 跟大家理清这个问题 就是 这个 忍入 无生法忍 跟正性离生 之间的关系 你这边 这篇文章里面 你还看不出来 正性离生 跟无生法忍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先来理解 好 我们准备打坐吧 好 那我们从 这个 大品波尔经 跟大致度论 我们来理清一下 就是 忍入跟无生法忍 之间的关系 以及他们彼此之间 跟这个正性离生 在这个 正果上面之间的关系 所以 这个 接下来就是在探讨 这三者之间 好 那我们来看 第 二十三卷 有没有提到说 父赐虚菩提 这个 菩萨摩赫萨行 波罗 波罗蜜石 住五音 他是有住 但是他住 在那个五音上的 这个存在的状态 是不住的 因为住不住啊 这个五音是怎样 如梦 像梦一样 如想 就是回音啊 回音也是因缘 合合而成嘛 好 然后三谷中的这个 回声 是需要什么 需要有一座山 然后有一个人 从对面喊过去 需要有什么空间 好 等等之 这个 因缘条件 才会有这个回声 好 那如影如艳 如幻如画 巨竹 这个 无相残提 波罗蜜 就是忍入 波罗蜜 所以你要靠这个忍入 这个道彼岸 的状态 是必须要怎样 无相残提 波罗蜜 所以整个 波罗经都是在讲空 讲空性 那我们上课念的心经 就是从大平波罗经 里面这个 结入出来成单心本 那个日本他们也常常在念心经 好 所以这个住是五音 你如果行波罗蜜 当中的时候 你住的五音 那个五音是住不住的 因为他像后面这些东西一样 世尊 云和菩萨 摩赫萨 具足五相残提波罗蜜 那什么样叫做菩萨摩赫萨 他已经具足五相残提波罗蜜呢 那这个佛陀就回答说 叙不提菩萨摩赫萨住二人中 能具足残提波罗蜜 你必须要住在这个二人当中 是哪二人呢 包含了这个僧人 跟法人 你从呢出发心要成佛 乃至做道场 于其中间到成佛 于其中间呢 若一切众生来骂利出恶言语 或以瓦石刀杖加士菩萨 士菩萨呢 欲聚足残提波罗蜜故 乃至不生一念恶 你刚刚问说 从你这不小心震到身体空到 要震到出国 要怎么震 他这个就在讲 要怎么震 因为这个你修忍入 跟震到出国有关系 所以你看那个 《怀言经》里面 他这个三地菩萨 就是着力在修忍入波罗蜜 那忍入波罗蜜成就的时候 就是住四地 四地就是什么 出国嘛 所以你要震到出国 就是要修忍入 就是修忍入 然后你在比照这个 达摩祖师 这个恶道 世行 那个入道 有没有 里面也是 内容也是在讲什么 那个世行的内容是什么 也是忍入啊 所以他说 你要入道 要怎么修 要修这世行里面的重点 也是在忍入 所以刚好符合啊 也就是说 你三地菩萨修行的内容 跟你要入道 所修的内容 怎样 是一样的 好 所以说要怎么修 就这样修 就是 有众生来骂你的时候 或是打你的时候 这个你要修足 怎么样叫做修足 残提菩萨自己可以验证嘛 就是你在修的过程 跟你已经修足是不一样的嘛 修足的时候就是怎样 不生一念二 不生一念二啊 那你说那我生一念二呢 那表示怎样 还在修忍入菩萨蜜 如果你已经怎样 能够不生一念二 代表怎样 已经修足 残提菩萨蜜 是菩萨如是思为 所以在经典里面 跟这个当母祖师 写的有没有 教你这个 入道的 方法是一样的 你就问说 骂我者谁 是谁在骂我 是谁在割我 以恶言加我者谁 那么 以瓦石刀杖害我者谁 何以故 是菩萨以一切法 得无相忍故 一切法无相包含什么 没有一个被割的我 也没有一个什么 骂我的存在 也没有什么 有人骂我这件事情 怎样 这样叫做什么 无相忍 这样叫无相忍 云和做事念 是人骂我害我 如果你能够一切法得无相忍 你就没有云和做事 你就不会起这样念头说 这个人在骂我害我 是这样 所以 若菩萨摩沃萨如是行 能具足禅提波罗蜜 那么以示禅提波罗蜜 具足故得无身法忍 所以忍辱跟无身法忍是有关的 虽然无身法忍 这样 这个人不是忍辱 但是两者是相关的 而且是什么 因果次第上的相关 所以你具足这二人 有没有 你这个忍辱波罗蜜具足 代表要具足这二人嘛 包含生人跟法忍 所以这二人具足的时候 得无身法忍 这样 所以这个 是忍辱跟无身法忍之间的关系 好 所以 有时候 他这边就没有 讲清楚啦 如果你按照这样的 按照他这样的顺序来看的话 你这个忍辱波罗蜜 修完之后的无身法忍 跟忍辱修完之后 怎樣 到正性离身 刚不是讲说 三地菩萨修忍辱吗 然后圆满之后 住四地 四地是正性离身嘛 但是他这边近年也讲说 得无身法忍 对不对 所以怎样 同样是修忍辱 但是正的果不一样 理解吗 所以才会有些讲说正性离身 你如果去查 这是这一个 这篇文章里面 你如果去查其他地方 正性离身 他有其实可以聚足 同时聚足两个意涵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 出国 一个是八地 八地菩萨 所以你在看经典的时候 你要去看他的脉络 他现在是在介绍声闻的这个出国 还是在介绍大圣的八地菩萨 那个正性离身 所以刚刚那个在解释正性离身的内容 对不对 你把他套在八地菩萨 也没有什么违和 刚刚他那个梵文在解释正性离身的意涵 好 所以就要看你具足到什么程度 所以都是相对性 相对性的 所以虚伏提摆佛言世尊 云和无身法忍 但是如果你要硬区分的话 我们等一下会 还是做一个区分 把这个正性离身跟无身法忍 稍微做区分 云和为无身法忍 世忍何所断何所知 这样什么样叫做无身法忍呢 这样的人是断什么呢 又知道什么呢 那佛告徐菩提得法忍 乃至不生少许不善法 事故名无身忍 无身忍就是得一种法忍 这种法忍就是你不生 一点点的不善法都不生 叫得法忍 那一切菩萨呢 所断烦恼净 世民断 用智慧知一切法不生 世民知 所以他问说断了什么呢 知什么 知断就是断了一切烦恼 一切菩萨所断的烦恼 那知就是这个知道 一切法不生 所以虚伏提摆佛言世尊诸 身闻必知佛无身法忍 菩萨无身法忍有何等意 有没有 所以你在经典里面 跟我们在这个世俗上 我们做这个学问上的研究 你要好像很难去明确区分 什么 正性离生无身法忍 他这边就说 身闻必知佛无身法忍 菩萨无身法忍有什么差别呢 他后面有讲说 诸虚陀还若智若断是名菩萨人 虚陀还若断是名菩萨人 所以怎样 阿罗汉若智若断是名菩萨人 后面全部都是菩萨人 事为义 这样你看得出来有什么差别吗 好像看不出来对不对 我们继续往后看 虚伏提菩萨摩佛萨成就是人 圣一切身闻必知佛 所以虽然都叫做什么菩萨人 还是什么有差别 因为怎样 菩萨摩佛萨成就的人 还是圣于一切的这个身闻必知佛 注释报得无声忍中行菩萨插在哪边 有没有这里啦 有没有 注释报同样是同样这些 什么虚陀还 斯陀函 阿那函 阿罗汉都可以什么 所以你看 如果你回去看这个大圣经典 你会发现他们很多果位上 或是正经上面 其实没有 会把它分得很细 不是像我们在上面学的 好像说很绝对的说 好像是出国的 正性离生八弟的无声法人 在经典上 有时候他不是分得这么清楚 像这样 像这样 所以 有时候会这个稍微修正一下 好 所以你注释报得无声忍 那么行菩萨道 所以这个前面那个声闻 跟菩萨得的无声忍的差别 在于怎样 菩萨呢 为什么这么殊胜 因为 四国声闻 他们一样是得这种抱 得无声忍的抱 对不对 但是他们没有行菩萨道 但是菩萨的这个无声忍 他得到这个无声忍的抱 但是你要他行菩萨道 操在这里啦 操在这里 所以四国声闻能不能得无声忍 按照这样来看 可以喔 可以耶 好 所以那个有时候是修正上面很维系 然后也不是说一定固定就是这样 好 好 能具足这个道种制 具足道种制故 常不离这些 常不离五神通 不离五神通 故能成就众生进佛国土 能成就众生进佛国土 以当得一切种制 如是须菩提 菩萨摩沃沙具足无相残提波罗蜜 好 那 这个我们再解释 来看 从大字都论来看 这个忍入波罗蜜 因为这个 大字都论是替大品波罗经做住嘛 做住室嘛 对不对 解释大品波罗经 所以刚刚在大品波罗经里面 这句话就说 这个菩萨摩沃沙 住二人 能具足残提波罗蜜 住在哪二人 住在僧人跟法人上 能够具足 这个 忍入波罗蜜 那我们来看大字都论他怎么解释 忍入波罗蜜呢 这二人 然后僧人法人 刚刚 这个大品波罗经 没有很清楚去分僧人法人 有没有 他把僧人法人合起来一起讲 就是你被打 被骂 有没有 你要怎样 无相 然后不请一念二 但是 到了这个大字都论他就分开解释 这云和民法人呢 所以要怎么修 要这样修 叫做 你呢 忍诸恭敬 你不要去期待别人对你恭敬 供养众生 集诸 称老 淫欲之人 世民 生人 他在解释生人跟法人 那忍其供养 恭敬法 集 这个称老淫欲法 世民 法人 所以一个是什么 人 一个是什么 法 插在这边 插在这边 然后 生人跟法人 一个插在对人 一个是比较更维系的法 更维系的法 那么覆次 法人者 于 内六情不拙 于 外六成不受 所以这个地方就比较接近什么 不入设身相畏触法 不入设身相畏触法 对不对 所以法人 就是你这个 不 著你的什么 眼耳 鼻舌生意 那外面就是设身相畏触法 这些呢 都不著 不受 于此 是 所以很多 不管是 任何的修法 就是跟你说 不要去执着你的任何的念头啊 就是平常心观看他就好了 观看他的时候才不会起第二念 好 能与此二不做分别 何以故 再说 内向如外 外向如内 二向居不可得 故 所以呢 你与二 这个两个不做分别 就是没有去区别内跟外的话 为什么你不去区别这两个呢 不区别内外呢 因为内外二向不可得 所以你读波尔经 或者是 这个你常常读到不可得 这三个字 不可得也是空的 一种诠释 所以很多词语 转来转去 其实都在解释同样一个东西 都在解释空性 一向故 一向故 为什么二向不可得 因为只有一向 这一向呢 是因缘合的向 那这样因缘合合 其实就是空向 所以一向就是空向 所以这空向就没有二向 二向就没有什么 没有内外 好 好 那么 一切法相 常清静故 然后 如 真迹 法性相故 不二入固 虽 五二 亦不一 五二我们通常都会讲什么 不二 你就以为是一嘛 对不对 所以他知道你马上要 跳到另外一个概念 他就跟你马上另外一个概念 把你打掉 就是说 虽然不二 但是其实也不一啊 然后你当下就是 那你要着哪一个 就是没有一个可以让你着的概念 你常常看佛经就这样 你马上要着到那边的时候 他后面马上就这样 把你挡住 要让你一念不生 但是我们现在一直讲下去代表怎样 还是有延续的念头嘛 那么 如是观诸法 心性不转 是名法忍 所以忍 比较偏什么你知道吗 忍入啊 忍入比较偏你的心不转 也就是说你的心不动 心不动摇 忍入是比较偏这个 那这个无生法忍的人比较偏智 理解吗 所以插在这里啊 所以你如果学这个 忍啊 生忍或法忍的话 他是比较偏心不转 你心不转的时候就能够怎样 于内六情不着 于外六成不受 所以忍入或者是讲这法忍生忍这个忍 是偏心不转 比方说 这个 这个就是维摩结经 《彼摩罗结经》中 法著菩萨说 生灭为恶 不生不灭是不恶入法门 生跟灭是恶嘛 那不生不灭呢 就是不恶法门 乃至文书菩萨 文书师弟说呢 如我义者于一切法 无言无说无事 无事 离诸问答 是为入不恶法门 反正他们后面就 越讲的这个正经就越深啊 那维摩结呢 他就 他要解释不恶法门呢 他怎么解释呢 他就不讲话 所以菩萨就震探他说 善哉善哉是真不 生什么入不恶法门 所以慧宗菩萨呢 这是我后面补充的 里面有解释说 这个里面有好几个菩萨嘛 都分别 也报告心得 就像那个禅宗的公案 你要讲一句句句子出来 你的老师才知道你正到哪边 一样他们在这个会上 每位菩萨都报告 自己对不恶的认知 那个认知就代表你的正经 你的正经跟果味不一样 讲出来也不一样 所以 这个最后维摩结他就不讲话 那因为离语言文字 那有菩萨明法自在 所以言忍者生灭为恶 生灭是恶嘛 但是实相是法本不生 因为法本来就不生 当然就怎样 就没有灭的问题 所以法本不生 金则无灭 再讲这个 那得此无生法忍 是为入不恶法门 所以他这边这一位这个菩萨 法自在菩萨 他的解释就是说 什么时候得无生法忍呢 你入不恶法门的时候 得无生法忍 那这个于是文殊菩萨跟这个 刚刚前面讲过 然后文殊菩萨就站在他说 善哉善哉 乃至无有文字语言 是真入不恶法门 所以什么叫入 他有没有这边入不恶法门 跟真入不恶法门 这个就是大家这个在正经上 跟理解上不一样 你站在十楼看全景 跟看在二十楼看全景 不一样嘛 你站在众生的角度 天人的角度 菩萨的角度 跟佛的角度 来看这个法界的史相 当然是不一样啊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地方解释法忍呢 其实就是怎样 以修不恶法门为例 他这边其实是在解释法忍嘛 这一段其实是在解释法忍 但是他后面却出现无生法忍 所以有些概念是很模糊的啊 你要设法把它抽丝剥前 稍微理清一下 所以他这边其实是在讲说什么 你要修不恶法门 法门 才有办法得不恶法门 称为什么 无生法忍 所以法忍是修行的过程啊 法忍是修行的过程 无生法忍是一个果位 一个果位啊 所以忍辱跟无生法忍就差在这边 修忍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无生法忍本身是一个就是 这个正境正果 所以这个忍辱跟无生法忍差在这边 虽然都有忍字 但是忍的意涵不一样 刚刚讲这个忍辱的人 其实是心不动转嘛 的人 那无生法忍比较偏智慧 因为他召见到诸法 不生不灭 比较偏智啊 所以 这是 两个差别 还要再讲一次吗 那两个差别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 这个 一个是心不动 忍辱的人是心不动转 那无生法忍的人呢 然后忍辱是偏什么 修行的过程 无生法忍是偏果 所以是因果的差别 所以就去区分 你从经典里面 把它列出来之后 你就有办法去区分 这个忍辱跟无生法忍之间的差别 好 所以副次 那么一切法有二种 一者众生二者诸法 你们刚刚不是有解释 僧人跟法忍吗 僧人是偏什么 对质的对象是众生 那法忍是诸法 插在这边 那诸法当然范畴更大 更为戏 菩萨于众生中忍 如先说 今说法中忍 法有二种 心法 非心法 非心法中呢 有内 有外 那外呢 有这个寒热 风雨 内有 饥渴 老病死 这个都属于 这个法忍的范畴 那这个地震也算了 寒热 风雨 地震 就是都是属于这个外部的 你需要非心法 然后要忍的这个范畴 法忍的范畴 饥渴 这些老病死 这些都是忍 如是等等 名为非心法 那心法中呢 有二种 哇好多要忍喔 心法跟非心法 刚刚讲的是非心法 一个地震就吓得要死 就没办法忍了 那这个心法 就称慧 忧愁 疑 好 那还有就是淫欲 焦慢 是二明心法 菩萨呢 于此二法 能忍不动 是明法忍又来一次 不动 你说 可是我很怕啊 怎么办 不能只有怕吗 就是要想办法 这个 对峙他 比方说 就你就 至少那个当下 你要想到念佛 你那个时候不想到念佛 你什么时候 还会想到念佛 是吧 你好歹要训练自己 在恐惧的时候 你的心动的时候 忍者心动的时候 念佛 让佛菩萨来 加倍 好 让佛菩萨加倍 让你不动 好 那么于众生中呢 若称脑害 命得罪 那么怜悯得福 寒热风雨 无有真损 云和而忍 答曰 虽无真损 而自身 恼乱忧苦 所以他这边跟你讲说 不是讲不生不灭 不增 不减 那一切内外 应该都不增不减 如果是按照实相 我们大家都很危险 用嘴巴来讲说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照道理讲 就没个东西可以让你心动 那如果没有东西可以让你心动 你就不需要忍 但是实相是什么 是 实相是一切都不增不减 但是我们众生自己会怎样 这样 会自虐 会自虐 所以就会自我怎样 腦乱 忧苦 这样会害菩萨道 以事故 应当忍 所以 心境里面讲的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是讲实相 实相 但是众生 因为这个 没有跟实相相应 而是我执跟法执 在认知这个世界 所以你还是会怎样 还是会产生 腦乱 有苦 那这样的腦乱有苦 会 这个妨害你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 以事故应当忍 所以忍就是六度嘛 六度就是行菩萨道啊 所以你要成佛 是必要行菩萨道 所以就要忍啊 但是这个忍呢 不是 这个叫你 这个 应忍 他是用智慧 叫你如何管 不要说无常想 这些 来对峙 副次 非但这个杀脑众生故得罪 唯恶心做因缘故有罪 所以者和 所以 不是只有杀害众生 你这个 脑乱 脑乱众生 都会得罪 所以有时候真的 有时候真的是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那当然你觉得别人脑乱你 别人也觉得你脑乱他 所以佛法我们还是学佛 还是自我检讨比较重要 好 好 那么 虽杀众生 而无忌心 事便 无罪 就是 你以无忌心 像佛菩萨这样度众生 是无忌心 要杀众生 那就要看你 有没有那个菩萨的肩膀 实念众生 虽无所欲 而大得福 无所欲 为什么无所欲 所以你以无相布施的功德福报最大 所以是无所欲 你去布施人家对不对 你就是说 内心想说 我给他这个苹果比较大 那个苹果比较小 那我给他这个比较大的 或是数量比较多的功德比较大 这样就是什么 有所欲 那那样子的福德就会有限 那如果你能够无所欲 所谓的无所欲 就是无相布施的意思 能够无相布施的话 反而怎样 得大福 得大福报 所以以事故呢 寒热风雨 虽无争损 然以能生恶意故得罪 以事故应当忍 所以他在跟你讲说 这个外在一切的 这个现象界的 我们认为怎样 有争损 其实实相是无争损 父赐 菩萨自知 恕罪因缘 生辞苦处 辞我自受 辞我自作 我应自受 所以我们学经典 就是要一直熏变 熏变 就是你遇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观想 才不会起烦恼 然后造这个不好的身口一夜 这样子就忍入啊 不是小媳妇的硬人 垂心肝的人 是他教你这样子 你说好难 但是你就是要一直熏变 所以要一直看尽就是这样 我想 那个 达摩祖师 二路是行官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想啊 都是这样想啊 如是思维 事故能忍 附施 菩萨思维 国土有二种 但是那个忍 不是走这一种 就是 如果你一直这样忍 不去处理事情的话 那也不是 所以回到六度来讲好了 不是 布施慈悉忍入禁禁 禅丁般若嘛 这六度当中 大自路人就跟你讲了 永述菩萨就跟你说 以智慧为首嘛 对不对 所以你学的原理原则是这样 对不对 原理原则是说叫你要遇到事情的时候 这样想 这样忍 但是这是原理原则啊 你还是必须以什么为首 智慧啊 所以 该处理的时候 比方那个对象是那种 软头 情不过的一样 好 你就不要一直在跟自己讲这个 你该处理还是要处理 那也是用忍啊 所以那个忍是你心不动 的去处理他 所以你就会冷冷的去处理 你不会情绪 很大的去责备他 就冷冷的处理他 那一刀就给他死 他就下次就不会讲 你真的要处理的话 就一刀就要让他闭嘴 知道吗 一句话就要让他闭嘴 讲不出来这样 所以六度不可命 以智慧为首 这是原理原则啊 但是你要看 对象 看对象 看对象 看对象是适合这样 还是你要处理 不然他会一直造 身口意液啊 对不对 那你等于是放纵他 好 所以你要看情境 因缘不一样 来操作 六度 这个是原则 可以吗 好 但是你不是说 以那个看到对方很窘 或者是他觉得他 被你吓到那个表情为热 那个就不是 那个就不是 你是要站在这个菩萨慈悲他的立场 不要让他继续造身口意液 然后做对的事情 这样的立场去处理 这样也是忍辱 好 副次 菩萨思维 国土有二种 叫做有净 有不净 菩萨若生不净国中 受此辛苦 饥寒重脑 自发禁愿 我成佛实 国中无此重苦 此虽不尽 乃是我立 所以怎样 要发愿 要发愿 所以你说不会发愿 你看经典你就会发愿 里面有很多立誓 我这么苦 所以我成佛的时候 来我这个 跟我这个相应 跟我有缘的众生 都没有这些苦 怎样 这样就发愿 副次菩萨思维 这个你也学到 佛菩萨的心量 看经典可以 扩大我们自己的心量 副次菩萨思维 世间八法 贤盛所不能免 何况 与我 以事故 应当人 这世界八法 撑击什么 会 就是八峰 吹不动那八峰 背得好熟 贤盛也要面对这八峰 何况是我 那因为我们跟贤盛还是什么 有差 我们更应该要什么 忍嘛 好 副次 菩萨思维 知此人生 无劳无强 为老病死所足 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微脆 身心动微脆 那么 虽父天生清静 无老 无病 丹酌天乐 譬如醉人 不得修行道福 出家礼遇 虽然这个是天人 就不会老 没有病 但是就好像喝醉的人一样 不知道要这个修行道福 因为太快乐了 太快乐了 以事故 于此人生 自忍修福 利益终生 所以把握这个人生 能够这个忍 你到天界要忍什么 没有什么负面的要忍 忍快乐 这叫忍乐也是另外一种忍 好 但是 父赐菩萨思维 我受此四大无众生 应有种种苦分 无有受生而不苦者 所以你只要有受生 就有苦 富贵品鉴出家在家 余智明暗 无得免者 这些 有二元对立的 都已经有苦 何以故 难道说 你有钱人不用受苦吗 出家不用受苦吗 有智慧的人不用受苦吗 这样等等之类的 有苦吗 有苦 那富贵之人常有 未不 我要这样跟你形容 人性上的展现 有钱的人呢 就害怕 怎样 害怕失去财物 譬如 肥羊 早就涂鸡 如污咸肉 重污足之 大家都怎样 这个要抢夺啊 那贫贱之人呢 有饥寒之苦 出家之人 今世虽苦 后世受福得到 在家之人呢 今世虽乐 后世受苦 所以 这个 其实这个苦乐是相对性的 但是一般都用这样子的方式形容 至少在印度时期 你如果看那个石窟 就知道 他们那个修行在深山里面 修行 那那个印度活教士有提到说 他们那时候石窟 只有一个这么多 印度这么多地方的石窟 只有一处有记载是 比丘尼居住的石窟 其他大部分都住在都市里面 当然是跟治安啊 安全有关系啊 这个苦是 主观的 他说 出家之人 今世虽苦 可我 我这次觉得在家人比较苦 所以人家说 师父你怎么 可以这个 抗破 红尘出家 好勇敢喔 这样 我都说 我觉得你们比较勇敢 对没有 你们是不是比较勇猛 很多的幸福 好 那愚人呢 先求今世乐 无常对治 那后则受苦 智人思维无常苦 后则受乐得到 如是等受生之人 我不有苦 事故菩萨应当行忍 所以一切都有苦啊 那你就应该要忍 忍一切的苦 那怎么忍 无常啊 用无常想忍 你用无常想的话 你当下受到那个苦 你用无常想你就不会觉得怎样 好像这个苦会怎样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如果你做无常想的话 那个苦是会过去 复赐 你就不会压力这么大 复赐菩萨思维 一切世间皆苦 我当云合于中而欲求乐 菩萨就这样讲 既然是苦的话 我当云合于中而欲求乐啊 复赐菩萨思维 我于无量劫中常受众苦 无所利益 未曾未法 今日为众生求佛道 虽受此苦当得大利 事故外内诸苦 惜当忍受 所以这就是菩萨自己思维 他为什么要忍这些内外诸苦 是为了要怎样 将来成就利益一切众生 要这样想啊 这叫未曾未法 我们下礼拜有时间来讲 那个长提菩萨 长提菩萨听过吗 大智多论的长提菩萨 跟这个经典里面的长提菩萨 他哭的理由不一样了 那个经典里面 来不经 道行波尔经 里面的长提菩萨哭是为法 为法哭 因为人家跟他说 你因缘到要求大法 结果他遇不到大法 也遇不到可以受给他大法的人 所以他就一直哭 一直哭 那那个大智多论里面的长提菩萨 是因为慈悲哭 不管怎么样都是菩萨嘛 为了利益众生而哭 那视线哭啦 好 所以有一个人他写了一篇论文就是在探讨说 佛教里面对提的诠释 不一样 像阿含经里面 阿含部里面对提啊 都是不好的 就是情绪嘛 負面 忧伤 那到了这个 刚刚讲的内部经典跟大智多论 这个提的意义就不是为众生啦 为众生而提 而提哭 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菩萨是为法而哭啊 那我们是不是为什么哭 这就 心量就不一样 好 父次 菩萨呢 大心誓愿 如果阿比尼离苦 就是阿比地狱 我当忍之 连到阿比地狱都要忍 何况是小苦而不能忍 若小不忍 后面你差点要那个 折乱大谋 或小不忍何能忍大 好 所以要 这就是心量的差别 而且你的心是只有自己 还是存有众生 如是种种 外乏种人 你说 可是我就没办法 阿你装久了就变真的啊 上次讲过那个演讲 所以有些人说 师父你都说叫我要回向给那个我的小人 我也知道道理 可是当我真的要回向给他的时候 我的内心好挣扎喔 这样 我说没关系你就这样回向 回向到最后就会变你真心为他回向 装久了就会变真的 所以一样啊 你至少在心量上训练自己这样装菩萨 装久了就会变真的 你要知道怎么装啊 知道怎么装 要看精你才知道怎么装啊 不然你是用 还是用人间的思考范畴 你哪知道怎么装 要看精你才说 原来菩萨是这样演的 那我们也来演演看 这样 如是种种呢 外法中忍 名为法忍 问曰 云和内心法中能忍 刚刚在讲外法 现在讲内法 怎么忍呢 你看也是思维 用观的 我呢 虽未得道 朱节未断 若当不忍 与凡人不义 非为菩萨 你看 这就是 这就是要跟我们讲的 不然你要怎么忍 我们大家呢 虽然还没有得道 朱节也还没断 节始都没有断 如果你更不忍呢 你就跟一般凡夫更没有差别 不是菩萨 所以菩萨就是 人家是 这个 恭敬你 这样叫你菩萨 那我们自己要有 这个菩萨的这个 内心世界 父自私为 若我得道呢 断诸解始 则无法可忍 是吧 真的这样的话 你就无法可忍嘛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呢 更应该要忍 才能跟谁区别 凡夫啊 凡夫 所以 道路是自己选的嘛 腹刺饥渴寒热是外魔君 劫使烦恼是内魔贼 我当破此二君已成佛道 破这个外魔跟内魔 若不而者佛道不成 所以外魔君很好破嘛 你肚子饿就去吃啊 渴了就喝啊 就这样 不要忍啊 寒热也是 稍微有点忍衣服就要穿起来 不要 觉得无所谓 到时候感冒 你要花更多的 时间去修复啊 你看里面这样的外魔君 你都 没办法对抗来谈什么内魔君 好 如说呢 佛苦行六年 魔王 插力贵人 如千分身中 正有一分活耳 肃起还国 不失修复 可得今世后世 人中天上之乐 倒不可得 如堂勤苦 如若不受软言 手迷不起 我当将大将大君来急破如 魔王就会这样啊 就是先利诱他 哎呀你就不要再修了 我赶快回去喔 不失修复 你反而你来 你现在坐在那边 你也没把握 有没有办法成佛 你不如回去 这个 不失修复 还可以保你下辈子 受天人热 这样 可能一般人坐的时候 就会这样 就会心动喔 说的也是 我坐在这边 能够有什么成就呢 就会心动 菩萨言我今当破如大力内君 何况 外君 他反而就跟他对话 你知道吗 那魔王就说呢 何等是我内君啊 答曰 欲呢 是如出君 忧愁是第二 饥渴是第三 他反而把他 怎样 把他丢回去 把问题丢回去 给这个魔王 你看你这么多君 你这么多内君 我都不用攻 你就自破了 懂啊 他是用这个方式 哇你的内君这么多 你看 他在解释内人 刚刚都是讲外人 现在讲内人 所以你看这边 忍辱 凯有没有 也是偏向什么 心不动转嘛 那这个智慧见是后面的 所以这是一个比喻啊 好 很多 比喻也是讲这个忍辱 就好像这个保护装置一样 让你不受这个烦恼的 或是魔君的侵扰 大师杜的另外一个故事也有形容 不是有一个人 他就莫名其妙的到市场 或是跟你讲说 你现在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皮 全部卖给我 他说为什么你要这么多皮 要干嘛 他说因为我刚刚躲在路上 不小心踩到一个刺刺的东西 脚受伤了 被刺到受伤 就好像你被烦恼 怎样 被烦恼所轻 你的皮欲啊 所以他讲说 因为这样 所以我要怎样 用所有的皮铺满大地 我的脚就不会受伤 那那个人就说 你怎么那么笨 你就买一点点皮 做一双鞋子就好啦 就不会去被这个东西刺到了 对不对 他那个鞋子就是比 就是忍辱啦 就跟我们之前学的一样 你不要试着想要去改变外面的人 其他人 外在世界 不用想我们自己怎样 你自己忍辱 守护好就好了 不要想着去 这个改变外在世界 其他的 众生啊 这样子 忍辱 好我们来看这个 忍辱波罗蜜 无声乏忍 跟正性离声的关系 我们这边还是 因为这两个 这个名相 毕竟还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做一个区分 就名相上来区分 我们刚刚讲的忍辱 基本上是安忍 就是你的心不动转 那么三地菩萨呢 着力于忍辱波罗蜜 那你具足忍辱波罗蜜 就可以四地入道 四地入道 但是这个具足有差嘛 有相对性 具足有差 就是有没有这个圆满 圆满具足的话 当然就是这个无声拔忍 刚刚有讲嘛 那个前面 那你四地入道的话 就是心如墙壁 或者是不入四身相位处罚 或者是刚刚波罗经里面讲的 于内六情不拙 于外六成不受 也就是出果虚脱磅果 这是正性离声 所以你修忍辱波罗蜜 这个是一个因 可以得什么 正性离声 所以你刚刚说要怎么修得这个出果 当然不是只有在补团上 或者是打坐 能够让你身体不小心空掉而已 那我们在这个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你坐在补团上的时间 毕竟比你这样 不在补团上的时间长嘛 那对镜的时间更长的时候 就是要修忍辱波罗蜜 这样子才有办法怎样 正出果 那菩萨摩霍萨住恶忍中 能聚足禅提波罗蜜 那恶忍生忍法忍 所以若菩萨摩霍萨如是行 能聚足禅提波罗蜜 以示禅提波罗蜜聚足故 得无神法忍 所以忍入波罗蜜呢 是修不二法门 你忍入波罗蜜聚足之后 则得无神法忍 这个是刚刚大平波罗蜜里面讲的 对不对 所以忍入波罗蜜等于是在修不二法门 听得懂吗 修不二法门 所以其实刚刚他 那菩萨摩霍教我们观想 那些忍入的观想的法门 其实都在修不二耶 不二就是空想 空观啊 你才不会怎样受影响 然后照做生口一夜 所以忍入波罗蜜修不二 那剧组的话 得无神法忍就得不二法门 这从经典里面推论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 忍入波罗蜜跟无神法忍之间的关系 还有正心里生 整个在修行慰藉上的关系 可以吧 大致上 我们先做这样的厘清 那因为从 这篇论文里面带出来 我们再从经典里面 我们再把它爬梳一下 然后 至少一个观念 对于忍入跟无神法忍之间的关系 好 那顺便把正心里生带进去 但是现在大家还留一个疑问 就是正心里生跟无神法忍 就是正心里生跟无神法忍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可以等同 因为刚刚上面不是有讲吗 这个问题大家以后可以 刚刚是哪里 有没有 这个 驻二忍中得残体 就忍入波罗蜜 那你忍入波罗蜜 巨主的时候得无神法忍 但是前面有 后面有 我们刚刚有学到说 你忍入波罗蜜巨主的时候 是什么正心里生嘛 对不对 如果你按照这个华言经来讲 所以你可以去想说 那有没有可能是说 三地菩萨着力于忍入波罗蜜 那你住到四地的时候 那时候忍入波罗蜜 还没有居主 还没有居主啊 只是某种程度 修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可以住四地 理解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通 还没居主 所以真的要居主的时候 是得无神法忍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区别 正心里生跟无神法忍 的确是有差别 如果你不这样区别的时候 你的解释是说 三地菩萨修忍入波罗蜜 那忍入波罗蜜 居主的时候就住四地 那四地是正心里生嘛 对不对 那你这样正心里生 跟无神法忍就等通 有跟上吗 所以第一种权势 可能比较适合 就是第三地菩萨 着力于忍入波罗蜜 那但是你修完 这个忍入波罗蜜 住四地的时候 不代表什么 忍入波罗蜜 已经具足了 其实你真的要讲 我们你学六度就知道 他跟你讲说 你一度具足其他六度就一起圆满嘛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一度叫做什么 波罗蜜到彼岸 等于是你一度修圆满就这样 就到彼岸了耶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具足的意思是什么 要理清 因为如果真的具足的话 就到彼岸就成佛了耶 是吧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来看这个具足 并不是这个到彼岸的意思 理解吗 因为他这边的具足顶多就是怎样 你得无身法人 还可以一个理解就是说 什么时候究竟得无身法人 成佛 成佛的时候是究竟得无身法人 好 因为上次有讲过嘛 你究竟这个究竟的法我空 是成佛嘛 好 所以这边语言文字上面 所以很多修行的一些正境 或者是果位好像没有办法 像我们一般在论文上面学的 切得那么清楚啊 切得那么清楚 刚刚所以经典里面 他也很多地方讲说 这个四果身闻都可以什么 有菩萨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个那四果身闻的菩萨人呢 跟这个菩萨道上的菩萨人 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同样都是住在什么 无身人这个果报上 但是一个有行菩萨道 一个没有行菩萨道 就差在这里而已 所以他们有时候差别很维系 也不是说好像我们在论文学的 切得好像很绝对啊 所以你看过经文的时候 很多时候 这个论文反而不好写 这不好写啊 因为他这个你要很清楚的理性说怎么样 会整个国位置 但是你看他这样写好像不是这么绝对 好啊所以要看经就是这样 很多事情不是这么绝对这么决定 就是法无定法 这样子 好这样可以吗 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先到这边 你们需要这个档吗 那我再上传啊 我再上传到群组 那你们自己回去再多研究 好不好 可能现在你们还是大致上知道 但是还是有一些模糊 那回去就自己多看几遍 好那这个人住跟那个就看到这边 那下一个是要讲这个阿罗汉退不退 或心性本禁本不禁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份讲义 这份叫是佛家的二十七弦圣 罗石宪是香港一位很有名的这个威士学的大师 他写的我们就来参考一下 他写的很清楚啊写的很清楚 第二页佛家有周详的思辨 但其主旨在于由修行而正的菩提跟涅槃 修行必有次第 既有次第则修行者的这个造诣自有先后浅身的差别 于是又于修行路程上假定种种果味 叫做圣贤 所以这个都是假例的 连佛果都是假例 所以在华言经里面就有提到 你什么时候会看见佛 你见佛的时候是你自心如水 那么佛像是什么 佛是影像 佛是影像 那印在什么 你的这个心海上面 所以你就看见佛了 所以那个佛其实也是什么 也是假例的 你建立这些果味的作用呢 在于行者呢 在使行者于检讨修行成效时 不至慢无标准 所以这个是 每一种这个修行的 每个人的习气根性不一样 有些他就适合这样修 有些就定外的修法 所以你就看你适合哪种修法 但是不管你要不要这样子修 还是要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那个就好像在印度佛教史里面讲说 印度佛教史 他们是印度佛教史的内容是怎么来 从考古嘛 从很多地方的碑文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 大概什么时候 然后碑文记载 有说一切有部哪一部 那信众供养的是说一切有部 等等之类的这些内容出来 然后他们就想 碑文里面都没有大圣佛教 因为他里面都很多四众或七众弟子 供养哪一部哪一部哪一部啊 这样子 但是就都没有大圣佛教 所以他们的这个印度是讲说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 大圣佛教不存在 有些就会做那么极端的言论 但是我刚刚讲 其实跟这个 你的习性 或是你的根气相应于哪一个 这个大圣或部派 你展现出来不一样 比方说他 这个相应于部派佛教 就好像我们以前的传统道场 就是你捐钱 但是柱子上就要刻你的名字 名文就这个道理知道吗 但是有些人 他可能就是那个 没关系啊我捐 那你也不需要留什么 那可能相应于大圣佛教的 这些居士 他供养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说 你就要碑文要给我写下来 这样子懂我意思吗 所以有各种可能性 你不能因为说 你考据出来的碑文上面 没有大圣佛教 你说那个时候大圣佛教 不存在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就你如果用这样子去思维 你就 你在看印度佛教史在论述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自己的 一个想法 不会受影响 当然有些印度佛教的 这个学者就没有这么绝对啊 他说可能有 但是比较小众 比较小众 比较小众 那为什么碑文里面没有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就是这样 就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不是每个人都希望 你的捐钱的这个消息 被留在碑文上面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就算没有留在碑文上面 也留在法界里面 因为法界是透明的 法界是透明的 你的功德多少上面都有记载 不用刻在碑文上面 好 所以这些这个圣贤的排列 有专属小圣 那出现很早 那本文呢 所示的是27贤圣 有专属大圣而出现教丸 如13位这个贤圣 也有将大小圣的果位做综合排列 如三圣十地 了解一下 那这篇文章是根据《中阿韩经》 参考诚实论 聚舍论 跟这个大圣法院议林章 解释 是其前圣 所以是参考文献算很完备 那么在佛家呢 一般以从无肉至身起开始 也就是什么 有见到起 有见到起 称为圣者 那个时候就 无肉至身起的时候 就比较稳定了 那我刚刚讲说 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人 他整个一开始 他去密集修行的时候 有一些绝授的时候 回来整个人改变了 整个真的是整个人改变 但是过了两周就又固态附盟 习性是很恐怖的 你知道吗 习性啊 好 所以你那个修行的觉受 会产生这个定跟会 但是再来之后 没有保认的话 你的习性就会淹没 那个时候你的觉受 又回来原本的你 那么无肉至身起之前 亦即见到之前 人能修修俄 离俄修善者 称为贤人 好 所以无肉至身起之前 也就是见到之前 能够离俄修善者 称为贤人 好 那至少我们可以朝这个目标前进嘛 叫做什么 离俄修善 离俄修善 27位中的初位 所以你说他什么正道 那有很多可以搭配 我刚刚讲那个 刚刚我们学的那些观想 还有最根本的就是离俄修善 所以一点点的不对 只要是不对 千万不要做 连尝试都不要尝试 好 那么27位中的这个初位 至欲流向 是从将入道时呢 安住顺抉择分起祭 这个时候呢 无肉至尚未出现 不能称圣 只可称贤 这是初位 叫欲流向 所以呢 有27贤圣之称 又有人说呢 欲流向中的随性行跟随法行呢 都是从见到十五星的初心起祭 所以那个起祭点不一样啊 十五星是无肉至 既有 这是另外一种说法 那前面那个无肉至 显然就不是这种无肉至啊 对不对 那刚前面第一行讲 无肉至生起之前 也就是见到之前 那十五星是无肉至 既有无肉至生 便因明圣 所以这27位 为圣非贤 所以有这种说法有没有 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怎样 但是我们一般学的都是什么 还是有贤圣的差别 所以行者呢 在见到前呢 必已修得 暖鼎忍是第一法 四种顺觉则分 所以见到位之前要修暖鼎忍是第一法 然后呢 于一座宗 一指 第四禁律 四禅 先安住 顺觉则分 引发八人八智 共十八个无肉星 前十五星果未承办 属预留相 第十六星则果已承办 明预留国 所以前十五星叫预留相 第十六星叫预留国 你就知道这个就好了 前面太复杂了 好 那个十五星十六星 是他们这个 已经正果这些贤圣 设法把他们的正境 用语言文字把它陈述出来 那很维系 那么前说呢 由安住顺觉则分起记 后说则从第一无肉星起记 两说呢 只是宽暇有益 与理实不相为 好我们来看经典 经典里面二十七贤圣的名称 四阿涵经里面就有了 比方说中阿涵 的福田经里面 二十几孤独长者 网易佛所 白曰 世尊世中有几种福田人 世尊告曰居世 世间凡有二种福田人 云合为二 一者学人 二者无学人 所以学人跟无学人 这两种都是福田人 学人有十八 无学人有九 居世 云合十八学人 叫做性行 法行 性解脱 见到 深圳家家 一种 向虚头函 得虚头函 向虚头函 得虚头函 等等这些 世尉十八学人 是久无学人呢 叫施法 深境法 不动法 退法 不退法 护法 这个就跟这个 诚实论有些差别 也就是说在这个 久无学人 或者是十八学人的这个 罗列 或是名称上 是有差别的 所以如果你是性行法行 你也是福田 好 所以宗阿涵呢 是早期 结集的这个经典 在阿苏家 在位之前 已经结集完成 福田经的二十七 贤圣呢 可能是这个时期中 最完备的贤圣排列 所以就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阿涵经 里面的排列 但是到后代 阿比达摩 发达 诸论师对二十七贤圣的解说 货与阿涵烧义 好我们来继续看 二十七贤圣分为两类 一个是在音位上面的学人 总共有十八种 那果位呢 叫做无学人 总共有九位 这个 后面在区别上也有差别 有些把这个九个无学位 有没有 又分成 又细分成什么 阿罗汉相跟阿罗汉国 对不对 你说像退法 像退法有没有 你就很难想像它是什么 它是国位嘛 所以有人又把 这个九种当中 又把它区分 有几种是属于阿罗汉相 几种是阿罗汉国 我们另外一份讲义里面有 我画出来 好 那我们来看随性行 随法行 就是呢 你修行身文圣法 最初学的是修止 你修止纯熟了呢 然后修观 修止的方法很多 以五庭心最为普通 修五种行 停止五种过失 叫五庭心 所以看你要停的是什么 停的是五种过失 所以就知道为什么要叫五庭心 不是把你的心停止 而是去停止五种过失 一种过失是贪欲 贪欲重就修不敬观 称怒重修慈悲 好 于痴做缘起 我执呢 就于人生座由诸戒合成想 以停止其我执 循师重的呢 因细念入出席 以停止其调动心 这是你的妄念 妄念纷飞 心原意嘛 就先修这个入出席 但是依照 我接触这么多同学的经验 通常修入出席的 就 其实修那个也不是安纳波纳 安纳波纳有几个阶段 但是到最后期 大家都还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 就是属席 安纳波纳不是完全属席啊 但后面有什么随席嘛 后面还有啊 但是到最后大家都只停留在属席 所以就 等于是一直把念头放在数字上 数字上 当然这样子可以让你的这个 善心 可以对视你的善心 但是就 没有继续往前这个迈进 就比较可惜一点 就住在数字上 好 剩下的 我们下个礼拜再说 那因为他这份奖音 算整理的 还蛮完备的 他后面第13页 有没有 把所有的 的这个 27 贤盛的内容 阿涵啊 诚实论 俱舍论 全部把它列出来 算是蛮详细 后面还有说明 所以我们 下礼拜再继续解说 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的下课 1 3 2 1 2 2 3